A0了世界天梯的陆星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來看打蘿皮圖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佛地圖 先來看,miper選擇的文明是打蘿皮圖人 打蘿皮圖人的特色是他的均勻科技是半價的 雖然他生劍勇跟槍兵相當便宜 而且他的金冠烏之鋼可以讓棋兵 和步兵的傷害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大洛P2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 战毛兵跟他的相公 有攻速加成 所以是非常适合当初的主力用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骑士可用 而是骑兵路线 没有任何的升级 品种跟踪技术 跟这个三级马凯都没有 也没有大洛马 所以他也算是骑兵路线最弱的文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Hera选择的文明是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特色是他的攻兵路线 虽然比较厉害 但是没有拇指环 但是他的复合弓箭手 宝兵单位 可以无视对方装甲进行攻击 所以这场比赛 两边都有穿甲效果 他也是步兵穿甲 亚美尼亚人是宝兵 这个弓箭手穿甲 那亚美尼亚人 他的路线是他的步兵路线 可以再提前一个时代升级 黑暗时代就有枪兵 帝王城堡时代 就可以升级到剑兵勇士 非常厉害 再加上他有这个费雷特斯 可以让自己的剑兵勇士变成白血剑勇 所以亚美尼亚人后期的剑兵路线 其实是比较厉害一些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这场比赛呢 眼睛明的观众已经看到了 这个是一场文明互换赛 那在结尾的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会放上另一部 他们两边文明对调打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影片的结尾 那黄金的位置目前看起来 Hera这里两片黄金都是比较偏正面的 后面有一块的主金 这块黄金就不错了 但是果子呢相当糟糕 没有办法很好 这时候要维持的话也不好维 那这张地图呢跟那个散步影片一样 都是两边非常近的位置 那这张地图呢虽然是阿拉伯 那应该他们是有用种子嘛 让这个地形一模一样 两边在同样的支援点位 差不多的支援点位 然后但是木头啊 这个深层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去选择练习的 有可能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这不是真的真实的状况 以上都是我个人猜测 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呢 跟上部的他们的两边文明的 互换的时候一样 都是两边哦 都是非常近哦 而且中间都是没有木头的这种地图 好那Viper这边呢 是已经点下了封建时代 织布技术也点下了 Hera这边是选择了 这个城堡时代 封建时代的18P升级 那目前很奇怪的事情 他没有下军营 好下了 这个时间下来会有点慢哦 但没有关系 那这里又不是打棒棒 Viper也没有打算要打棒棒 那WP2其实是很适合打棒棒开局的 因为他的剑兵 升级呢是半价的 所以打这个WP2的棒棒转装甲 只要70肉跟20黄金哦 相当便宜哦 好Viper这边已经转出了一只枪兵 先去探路 转出的是肉马开局 OK 空间时代正常的肉马开 枪兵两边对戳 达米亚人点安了一只枪兵 点下了一农一幕 这边也是走肉马开局 好两边都是肉马开 Viper这边肉马血量比较劣势一点 最后是Viper的枪兵戳赢了 结果有戳到哦 结果戳到这一枪 让Hera的肉马倒了 前期能不能戳到对方肉马 这一点真的蛮重要的哦 好这边枪兵继续往前想要给压力 但Hera也按了一枪兵出来应对一下 两边封建时代可能还是需要走一段时间 会打出比较大的战损 这里个1换1 Viper跟Hera 两位世界冠军等级的玩家 这边互换文明 Viper这一波走的是肉马开 好过来了 这一波枪兵再回头打一下 小打小闹拉回去 好后面转射箭场了 Viper这边也是 弓兵直接按了3G出来 好来看一下Viper能不能抓到一村 直接逼退吃果子的村民 枪在这挡住 好这边果然为不死 这个果子真的是相当难吃啊 好工兵已经来了 本来Hera想要拦截 但这一波工兵过来 果子都不能吃有机会抓一村 但第一时间射掉了枪兵 Hera这一波直接被抓了一村 好Hera也不甘失落 直接硬吃 要拿一村应该没问题 拿下了 好但自己也被换了一只肉马 好Viper这一波 也有点送掉了 哦这波打得有点凶 打掉了一只毛兵 村民打不死 工兵在高地 毛兵没有抓掉这只工兵 有点小伤 枪兵还在戳 两边还在打残屎的村民拿下 Viper这一波打得很好 这一波一个 换了两村 还行 好但是Yameniya人的经济很好 因为他没点一次法木技术 跟挖金挖石哦 都可以多 获得40%的工作效率哦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哦 通常Yameniya人是不会输给Viper 好那现在Viper这边的达鲁批土人 要来买卖上一波了吗 哎这一只村民怎么到前面 这个感觉是不小心拉到了前线哎 这村民要被点掉了 哎呀Viper这一波 失误 把这个村民前压 我可以很明确说这是失误 是因为村民不可能在这时间拉一存出去哦 你要盖射箭厂 或者是马最后都不太可能 前置BK也不合理 出发时机点相当不合理哦 哇结果这一波Viper直接送掉了两村 加上前面那一村三村被拿下 ERROR直接硬吃 好但Viper这边也想要直接过来硬打 吃了两发箭矢走到了黄金 射了一下先射残血的 残血先逼退 红兵拉回家 好BIPP这边买卖一波买了一百食物 好是买了两百食物哦 花了三百多块黄金 然后卖了一百个木头 顺利点下了城堡时代 这BIPP这边升级果然会比亚明亚还要快哦 毕竟升级死给两百木头 这个经济加成真的是太好了 那跟HERROR的情况一样 都是用WP图领先这个时代 好我们尽量不要透露上一把发生什么事情 OK这把比赛是目前MIPP暂时有点反打回去 但是目前呢还是HERROR领先哦 村里宿目前领先一村或者是两村 那我确定是不是两村哦 对于因为是因为MIPP这边TC闲置来到一分钟 其实有点多 事实上应该是两村以上了哦 那再加上这边MIPP少抓一村 至少领先山村有哦 至少领先山村哦 好那两边都是有点下轮轴的 那目前MIPP城堡时代 还是想要走一个工兵路线的样子 好这只工兵 要小心高打地的肉麻伤害很高 肉麻过来支援一下 好扛一下伤害 射掉一只肉麻 但是毛病直接一枪投掉后面的工兵 这只村民低打高 打到头破血流有点打不太赢 后面毛病补个伤害 MIPP又死掉了一村 好但是后面这一坨工兵又走了进来 MIPP这波直接击杀了一只村民 这里有点战况平衡 这波MIPP也是打得很好 好停下来二级射奴兵 这三只工兵很关键 能不能继续控住 就要等这个升级了 好直接回头拿下一村 MIPP现在肉麻导光 只剩下工兵 工兵这时候二级射已经好了高打第一反击 Nice MIPP这波奴兵升级好 HERA现在家里炸裂 这些村民只能被收村 一村拿下 直接手撕工兵吗 有二级射伤害其实很高哦 好有机会了吗 三只工兵海带袖 但是MIPP没有时间去点残血的 好又拿下一村 风剑手有点强 HERA现在暂时打不赢 往前点再拿一村 但是这只奴兵也要被抓掉一只 剩下两只了 肉麻直接上去 最后MIPP被 已经拿下了HERA 大概十一村了 现在可以看到 VIPP的臭命树已经领先了 好上面这一坨工兵 撞到毛病 第一时间转出了弩炮 哇现在是弩炮META吗 只要走工兵路线 就可以按一下弩炮 去反制毛病 到底不是唯一选择投石车了吗 弩炮终于出场率会增高了吗 不确定 好那目前HERA被控制住 没有办法很好的反击 第一时间上去也不是转战毛病 好先按了几只骑士挡一下 现在木头有点缺 战毛病升级要230木头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升级 先转骑士挡一下 木头待会稳定下来 才有机会转战毛病了 好这坨工兵又走过来 MIPP要把HERA给秒杀了吗 这个经济差距越拉越开咯 好后面拉一下 先点残血的吧 哇又拉了两村 这里东兵被抓掉 这只骑士一挑三应该没有问题 好 好的 现在VIPP 优势非常巨大 有没有打算开城镇中心 继续扩大战果呢 好这一坨工兵 就要被解掉了 好 HERA终于成功守住了这一坨的工兵骚了 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 VIPP怎么防守 HERA的骑士爆了 好 好弩炮点了一台 藏在里面 骑士中进来 6只被VIPP的工兵射出去 点下来弹道血 弩炮没有断 升率有在按 那应该防守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动吧 OK看起来是没有动 好直接中在这个地方 结果毛病过来直接打掉了几只工兵 VIPP在这边防守有点吃力 但是还是守住了 甚至还招降掉了一只骑士 下面这些骑士暂时没有东西可以抓 直接硬抓一只残血的 HERA的守住还是很快 好这一坨工兵 有弹道血 好抢到教堂 有一个圣物会自动射箭 然后这里招降 来一招 直接拿下 只招到了一只骑士 工兵高打的 山很好想要尾 来不及 村民还是被抓掉了一只 再抓一村 没问题 HERA这里有点异攻 所以骑士只要四刀 就可以抓死一只村民 现在HERA这边偷抓民 把这边刚刚失去的村民宿 慢慢补正了 46对43村 而且城镇中心开的比HERA 比这个viper还要快 好这里补下了一个TC 又要在被抓一村吗 哇 HERA很积极的一直在想抓村民啊 里面的弩炮还在囤 但是HERA并不知道里面已经囤了这么多台 他可能以为他只是按个一台 弩炮或是按个冲车而已 还没想到按的是弩炮 而不是冲车 还以为他会直接用冲车带走 这个强蛙教堂跟TC 好出发了哦 奴炮这里开始往前走了 现在奴炮压制力很强 有弹道血 5只的话都射中 一发就是60滴血 打骑士的伤害其实蛮不错的哦 好这边骑士过来 有点没有办法跟上 好往后拉 HERA赶快先点个品种 提升一下血量 现在绝对不能开打 好Map这边木头有点爆 农田不够稳定 只有8片田 有在撒田吗 田没有赶快在撒 反正是继续补了射箭长 后面继续补弩炮 好反正都不是走冲车路线吗 好这把 Map 弩炮往前 进攻TC 炮射程是可以达到城市中心的 但是伤害值跟投资车比 还是差蛮多的啊 好这里投资车要赶快按了 HERA没有打算按投资车 工程器制造所没有下 iPhone这边补了一个城镇中心 后面这个清骑兵又要再抓这个台中套了吗 差一点两台东拿下了 然后HERA这边可能在等二弓 或是更多的骑士 想要直接一波解掉 OK TC稍微着火没有关系 iPhone点下了新的城镇东西 3TC继续浓 好这个战斗祭司躲到了强化教堂里面 这一波要冲了 HERA从后面直接拉了两只 骑士 直接过去打生驴 但是生驴都没有招想到 全部倒地 奴炮第一时间被骑士给集火 这一波HERA打得非常漂亮 这一波包起来打 让奴兵造成大量的伤亡 骑士直接冲爆了这一波的奴炮防线 HERA这个打得十分漂亮啊 先用两只骑士 先突袭生驴 生驴搞定之后 直接把弓兵包起来打 好最后这边VIPER需要浪费 非常多的手术 去操控这颗农兵拉打 OK这波拉完之后 VIPER的战力全倒光 好只剩下家里的十三只工兵防守了 好趕快补农田吧 刚刚一直没有补 现在经济不是那么的好 好解完这波之后 HERA开始也在补城镇中心 也要开农了 残血的骑士在家里先补下血量 好战斗祭司也放出来补个血 好骑士在上面稍微巡弱一下 他以为VIPER要从这边进攻 但其实VIPER也在家里在龟了 先转重装长枪兵出来防守才行 不然现在经济有点差 好骑士想要溜进去 看到工兵选择撤退 上面的清骑兵开始在绕 好想要进去 但是有工兵应该是进不去 好这边都已经挖完了 墓区域都没了 好现在来VIPER 经济速是90村对上78村 两边有可能到地用时代才要开战吗 这一村拿下 HERA还是找到了个机会 抓掉了一村 VIPER点下了手推车 经济也慢慢开始越来越好了 好两边应该是要到地用时代才要继续开打了 现在HERA也在拼经济 好直接点下了帝王时代 亚美尼亚人经济逐渐起飞了 一级挖金挖石也点了 二级农田也点了 好马上补了一个战毛兵跟弹道学 开始要走战毛兵防守 VIPER这波枪兵防守 HERA的洛马还在里面溜 到处溜来溜去 十字骑士在后面 现在HERA没有打算要转步兵路线 可能想要直接骑士暴一波带走吗 再利用战毛兵防守 枪兵直接撞上去城镇中心 后面补了几个房子 套件场越补越多 这一托枪兵往前戳 戳掉了几只骑士 但是有点难打 戳到了一枪 好直接手势 现在VIPER 攻兵要往后拉 但是已经死光 家里前面的 攻兵要往后拉 不然家里要BBQ 哇看起来已经BBQ啦 白颇这一波有点伤 这一波打得非常好 好点下了三级射 装甲步兵 化学跟三弓都点下了 这个城堡也盖了起来 直接戳掉剩下的骑士 好6只枪兵现在已经搞定了 好HERA也点下了金冠 白血剑勇也要登场了 这一把HERA的农田 稳定度是多少呢 来到了快50片田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白颇这边没有转出轻骑兵的升级 没有走骑兵路线 反而是选择了工程器制造所 正面推进的路线 待会巨头火炮 就要陆陆续续的登场 也是选择了他最爱的边界兵 在很久以前 白颇跟HERA有争论过 白颇认为边界兵是最强的UU 这个前提是要能莫到对手才行 边界兵的摸到 确实是有这个爆炸伤害 地下特别痛 而且还是扩散伤害的效果 所以白颇呢 这边可能还是想要再次证明 他的WP图边界兵是世界最强的UU单位 所以呢 就再拿出了边界兵 HERA这波边界兵拿出来 要怎么打这个战毛兵呢 战毛兵现在用边界兵打 其实也是很难打的 两边还在继续农 我们的时间有点长哦 双手剑兵点下 还缺一个剑兵勇士 差了300多块黄金 直接买卖一波 卖了300食物换了226块黄金 现在卖食物基本上快要换到了1比1的黄金 食物真的是太值钱了 现在这个版本 OK现在二级步兵铠甲 也点了下去了 边界兵也战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无视防御的边界兵 对上白血剑友 到底谁才是最强的UU单位呢 但遇到白血剑友的话 我怎么觉得乌兹钢并不是这么的有优势的感觉 好没关系 待会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到底是边界兵强 还是白血剑友更胜一筹 好三级的步兵铠甲已经点下 Hera三级步兵铠甲也点好了 好精锐升级 还有一秒好了 城堡一掉 现有兵临丞相 装甲冲车 好装甲站上不是冲车 边界兵直接边了一下 哇这个爆炸伤害 还边了 前线的剑兵勇士直接残血 但是边界兵似乎扛不太住 剑兵勇士的血量 的那个数量 数量上有点难打 边界兵地下很痛 但是没有续航能力 被剑友高打低 直接三到四刀就拿下了 边界兵扛线的力 似乎还是很差 还是得靠强弩 才是真正的阻力 边界兵只是正面突破的好单位 主要出出还是得靠强弩 这边边界兵能不能摸到 摸到 炸毛病摸到了 爆炸伤害直接炸光 炸毛病全部被鞭烂 再一次VIPER证明了自己的边界兵 是他认为最强的UU单位 OK UU非常强 但我觉得这个UU搶不搶的问题了 都一点在半开玩笑 不要太认真 当然VIPER是不是真的认为边界兵是最强的 这我就不知道 这是我自己讲的 好 那VIPER 这边是点下了装甲站向 有时候大家看 明明是游戏频道 但有时候会对一些 东西太过于认真了 讲的浮夸一点 大家 大家就把这些职业选手的话 也当成 这个娱乐消遣就好 不用太过于认真了 到底什么强什么失落 大家对于强弱都有自己的这个 判断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HERA 这次累积到32隻的白血剑勇了 好 这波剑并是 砍得过去吗 有机会 继续修 烧起来 再修 但是没办法 剑勇伤太高 好 这波 HERA经济非常非常好 可以看到他的经济 全部支援 都有库存1000块 现在食物卖掉 还可以卖64块黄金 是我就把这些食物全卖了 先换取一堆 黄金再说 然后再用黄金淹死对手 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让我打出经济流派的时候 我一定会 把一堆食物卖了 然后用钱砸死对手 好 ok 这波viper 已经有点扛不太住了 这里直接被手撕城堡 但viper的目标 是要进攻而不是防守 家里后面那一坨 并没有打算要离 装甲站向已经蓄事代发 WP2的 银罐医疗队 可以让大象自动回血 装甲站向也会自动回血 但是可惜没有点 但现在后面已经BBQ的情况下 viper现在只想靠城堡防守 似乎有点难 这里好要再补一根城堡才行 这里也没有补城堡 好 这里一个手撕 但是viper的装甲站向已经工程了 这波工程想要来盖堡 但是城堡的必须盖好 装甲站向的伤害依旧很快速 战毛兵在后面 输出 但是边剑兵直接过去 直接一边边标了 大量的战毛尸体 后面的边剑兵 直接编烂 战毛兵 战毛兵在面前 也是倒了一堆数量 好 那现在只剩下五支的强奴 五支强奴要挡住白血剑勇 有点困难了 好 后面的城堡 最后还是守住了 但是viper的村民处只剩下97村 但这一波hera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支援 甚至这个惨呢 已经突破了 非常多的数量 16个军营 16个军营 暴产白血剑勇 viper没有支援了 但是hera支援量还是绰绰有余 以前都是viper用钱砸死对手 现在hera把viper的精神给学起来 换hera用钱砸死viper 但是边界面这边高打滴 伤害有点炸裂 边标了大量的剑兵勇士 边界兵难道能够拯救世界吗 不好说 感觉hera那一波被攻城 没有受到太多的经济损伤 viper这边打出了GG 我们恭喜hera拿下比赛胜利 hera现在这个是经济流派 相当强力啊 只能说 手术配上观念等于世界冠军 这点是非常无庸置疑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hera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最后是由hera拿下赛胜上的胜利 甚至后面还有四胜物 出了200零四只的剑勇 但是viper工兵跟剑兵都出了各100 依旧是打不赢 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不要收到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